哪个老数码宝贝抽屉一拉开 是不是都是一堆的二手手机 对还不敢卖 这个SIM卡仓坏了 那个屏幕摔碎了是吧 今天老张就教大家如何废物利用 用一台二手的陈年手机 DIY一个高清播放器 或超级游戏终端 这是一台漏夜的三星S21 也不知道是啥版 反正是外国版带抽屉的 注意看啊 但是有多么的流畅 你看看 有多么的流畅 那三星做屏的嘛 最好的屏就给它了 然后它的SIM卡槽也坏了 但是手机是好的 这个手机是火龙888 咱们今天就拿它来整活 最初老张的灵感就来源于这儿 你看我在某鱼闲逛 看到了什么 骁龙888机顶盒 这是一个大佬啊 用S21改装出来的一个机顶盒 哎呀 这个看着就非常的讨人喜欢 是不是就咱先买过来 学习学习 680块 还给我发了一个顺风倒付 这700块钱 我拿回来一拆 我就惊了 来给大家看看 它其实就是设计了一个Type-C的扩展屋 然后直接就把手机的主板拆下来之后 对在了这个扩展屋的Type-C接口上 然后这个扩展屋带有两个USB接口 一个HDMI接口 一个DC供电接口 这个手机的电池它也给取掉了 所以是一种直供电 就插上开机机器启动 关机把电源就关机了 就这么个东西 那我一想我费那劲干啥呀 你看我一个破手机我还拆啥呀 我直接拿一个扩展屋 网上一插 然后还内置电池UPS系统 然后我非把主板拆出来 这不是脱裤子放屁吗 于是老张开始全网找配件 弄出一个完美 但是长了手就能做出来的 骁龙888机顶盒 老张你这有水饰品呢 你这么做有啥意义呢 科技这玩意儿越简单越好 这个事情的技术含量在于 你得优雅呀 你优雅的网上一插 你总不能去用触屏控制它呀 所以怎么来控制它 这个事儿是有技术含量的 所以看老张来给你整点花火 你看我找到了个啥 山寨是有点山寨啊 但是不重要 你看啊 还有三个USB接口 一个PD100瓦的供电 HDMI4K输出 然后还白送你个有线网卡接口 Switch手机 一物两用 百兆网卡 百兆网卡就百兆网卡吧 下单 最后一个难题就是解决 最后一个难题就是解决 坐在沙发上 你怎么操控它 这时候你需要一个这个玩意儿 像是一个机顶盒遥控器 30块钱 哎呀便宜 买着贵的 两个小配件都到了啊 咱们来看一看 试一试啊 因为老张并不确认 老张的这个又简单又 newbie的方案能不能行 这可是能解决大问题的啊 你想啊你如果买一个电视盒子 如果是要到骁龙巴巴巴这个级别的 你别说五六百了是不是一千块钱吧 然后你说你想买一个能在电视上玩游戏的盒子 那就不用想了是吧 原神根本不可能玩啊 这个就是这个底座 这东西什么都能用 你的什么掌机啊 手机啊 你的iPhone都可以用 说明书 这个东西呢 本身是可以连你看 一一二三个USB Type-A的 也就是说你可以连键盘鼠标移动硬盘 完美不完美 然后呢后面还有一个Type-C 这是给它PD供电的 你可以把你的快充的电源插进来 它就可以给你的手机供电 然后这是一个HDMI接电视的 还有一个网卡接口 很多人嫌这个手机的无线网络的信号不稳定 那你就插根网线完美 开电视 咱们就这么一插 有了 提示已经连接显示器了 这时候你按一下锁定 然后它黑了对吧 然后你看我背后 来 正常 这就是一个理想的使用状态对吧 但是这屏幕是不能触控的呀 这个时候就需要拿出老张的第二个神器了 30块钱 买了一个遥控器 内置电池啊 然后它是通过一个Type-C可以给它充电 你们家的遥控器再也不用买电池了 这个我充着电啊 充着电跟大家说吧 这样节省时间啊 这玩意儿你别看它30块钱 它非常有模型 首先你看它是个遥控器的形状 对吧 这个时候你看我对着屏幕来按 看上下打开相册 OK确认就打开相册了 如果我要返回 这就是返回键 如果要菜单 这是菜单键 如果要home 这是home键 每个键都是可以用的 这是第一种使用模式啊 第一种使用模式呢 你会发现 如果你要点这个菜单 你点不了是吧 那这时候你按一下这个鼠标键 它就会变成一个空中鼠标 你看 对对对 它是体感的 它它 Apple Music 全屏播放 完美不完美 还可以 打开 抖抖 是吧 抓完了抖音 比如说咱们还想上个网 你需要输网址了 对不对 对 你看你翻过来 你看 小键盘 咱们这个测试网络通不通 一般都要输入啥啊 百度 点抗 回车 非常完美 很多人会说老张 你这不是脱裤子放屁吗 我买一个300块钱的电视盒子 不就解决这问题 不一定你注意看啊 你看你要是在小米的电视盒子上装一个爱奇艺的话 你会发现你手机上的爱奇艺的VIP是不能在电视上使用的 你还需要买电视会议 但是这个东西它无论你怎么连它都是手机版本的爱奇艺 所以你只要有手机版本的VIP一个月9块9的非常多 是吧 我靠一年历省100多呀 100多电视版的VIP爱奇艺的一般要39块9一个月 差不多 对吧 它省了一半还要多 然后你就随便看了 你可能还会说这还不够牛逼呀 比如说你正在电视上看着老张给你整的这个手机电视盒子呢 你突然内急了 想去蹲坑 你把它一拔 你看手机上无缝 你可以接着看 你看现在给大家解决了在电视上看抖音的问题 看爱奇艺不需要电视版的问题 然后大家还会说我买这个盒子还有另外的需求 是什么呢 是看我们家NAS中存储的高清电影 很多电视盒子是播放不了4K以上那种高码率的高清电影的 为什么呢 因为电视盒子嘛 它不会给你最好的处理器 最好的处理器都给手机用了 哎 这不最好的手机吗 可以是吧 比如说我爱用的局域网浏览软件是这个MX播放器 NAS我已经提前都做好了 然后比如说我要看这里面的一部电影 然后他会自动你看从上次停止的位置继续播放 这个不放多了 放多了有版权问题 字幕完全会自己挂上 帅不帅 帅 帅是吧 对 还有更帅的啊 看好 大家比如说想玩原神搓玻璃天天这么搓 哎 咱能不能在电视上玩啊 你会说那买个电脑下载PC版的原神 还真不是一般的显卡都能搞得定 但是咱骁龙巴巴呀 你看啊 哎 咱们原神启动 米哈游 原神 然后这个时候你怎么操控呢 你随便找一个PS的手柄 都可以通过蓝牙连接这个手机 然后你就可以用手柄来搓了 然后大家可能还会说 说老张 你的是三星手机 我不是三星手机 我能不能用这边上会打上一个列表 只要是这个列表里的手机就都是全功能的 USB接口就都是可以连接的 比如说 华为的几乎全系 往上一插 OK 这是华为的电脑模式 你也可以一样使用这个来操作 大家会说 我是这个 苹果粉 苹果粉 米粉是吧 米粉在小米14之后的机器是可以的 14之前的机器是没有一个可以的 小米其实是在USB接口上最抠门的一个厂商 国粉 苹果 iPhone15 一样可以充电 一样可以投屏 只不过它不能 它没有电脑模式 它不能横过来 但是你看 比如说我给大家放一个片子 比如说我在播放视频的时候 它会是 手机是不播放的 这个爱看啊 是吧 爱看吗 你别看他们和美丽大器很幸福的样子 其实人家动不动就要尊重 他会自动把视频投屏到电视上去 所以这个底 这视频做下来好像是在给底座 做推广一样 这应该是老张做过的最简单的一期整活了 并且翻车的可能性几乎为零 一定要给老张点个赞 然后关注老张 如果你想让老张做其他更多的整活 欢迎你在评论下方留言 评论区见 拜拜